是一个面积颇小的教堂 但却是日本最著名的建筑之一 光之教堂 安藤忠雄的教堂三部曲中 最为著名的一座也是其成名座 这座建筑最巧妙的地方 就是把光用到了极致 安藤忠雄在教堂一面墙上 开了一个十字形的洞 从而营造了特殊的光影效果 令信徒们产生接近天主的错觉 同时 建筑整体采用了坚实厚重的混凝土的威和 让进去的人瞬间感受到与外界的隔绝 整体设计体现着建筑师丰富的想象力 和对材料的强大的驾驭能力 也成为了安藤忠雄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